看恐怖片一向是男女乐会时候的重头戏 多少男生都幻想着在骑黑的电影院里 女生躲在自己怀里四四发抖的场景 但挑选恐怖片也有诀窍 一不小心挑到了太过恐怖片 不管是吓到了女伴 恐怕自己也会被吓尿啊 作为恐怖剑的翘楚 太过恐怖片一直是身一样的存在 令人温风丧胆的将头 全城高能的鬼夫神 都成为了泰式恐怖片的标志性元素 并引词之间导致 观众讲起对泰国的特产出了人要 那就是恐怖片了 今天介绍的这部满满正能量的恐怖片 鬼影 据说是泰国十大恐怖片中 排行第二的片子 自然更是不容小觑 故事从男主角跟酒们合作酒 于是让女朋友坐了一回大驾四季看时 坐在副驾驶的男主一秒 开启齿汉模式 放狂挑戏女朋友 于是女死几秒遍 马路傻手 只是喜闻乐见 你老屎没讲过 你不能在鼓务场边随便耍流氓 是啊 于是 抱怨来了 随着这场扯祸开始 发生了一连串的诡异事件 显示男主在拍毕业照的时候 发现镜头里出现了一缕歪 一头不渝的女子 男主啊 要说 真是个不腾气的 一看见女的 立马流露出去 是恋爱的小眼神 可是再回眸 一人一如在 正所谓重力巡探千百度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其实你是看刀眼了呗 然后 门片启用了 鼓务片 喜闻乐见的圣地 红红红红的 西郊片暗方 男主的先任 发现 男主的前任 就这样从洗手室里 给钻了出来啊 擅寸老是处着没 那从拔筒里钻出来 这回换成了洗手之 呵 这女鬼们是能够趴趟 就在先任 快被前任 吓掉在暗方的时候 先任发现 这不过是无数 锅长鼓务片 用来圆长的借口 呵 早知道 现在像梦一场 冠注又何必担心 她被女鬼困在 密室里虐一样啊 先任怀疑 前任就是她 撞的那个白鱼子 于是开始 秋爷爷告奶奶 少值还原 啊不 少值告被女鬼 可是 姐姐 你了好歹 把撞过来的 扯秀一下行吗 你不能胆大就任性啊 另一方面 男主也从一名摄影师 成长为一名 灵异摄影师 一起带我们 走近可学 从洗照片 发现女鬼的灰猫一笑 到照相馆老板的示意 再到灵异杂质 老板的等于 男主几乎 可以确定 自己的招片里 已经出现了 女鬼无意 故仅如此 女鬼还直接吸进了 男主的摄影工作室啊 开刀环凳的喝 把男主 吓得那些一个笨子啊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啊 男主的脖子 腾到炸裂了 并且称体重的时候 把我们天真不歇的 护士姐姐都紧带了 呵 竟然有一百多公斤 大哥 设定了这森板可够仓肉的呀 要不能我胖子 有一颗线细的内心呢 此时的他 似乎能听到 护士姐姐的内心不歪 提问 求此时男主 心灵意隐隐的面积 跟现任一样 男主在梦里也 见到了前任 前任不停的磕鞋呀 知道把牙齿都磕出来了 在跟男主前夜 看到的电视剧中 母炸梦 通共炸梦 脚配之后 吃掉共炸梦 一样的凶寒呢 更令人吃惊的是啊 男主的脊游也跳楼死了 现任此时 这场上线 发现男主不但待 是被鬼缠上了 似乎鬼还想告他点灯吧 于是突破 排力德 在前任的质疑下 发现男友 跟前任 不微真质的过往 这里 导演是不告诉大家啊 排力德 对现任 把掘前任的重要性啊 不得已 男主告诉现任 他跟前任 之前 好过一段时间 但是啊 前任在他的好脊游面前 实在放不开 于是 威胁他要搁拔资杀 之后就塞不败了 现任忽然就有了 正式打小伞的觉悟 不过是不敢去 处对仙人吧 缠着我家男人不放 这是闹哪一样啊 老娘绝对 不能让我男人 就这样轻易的狗呆 显然 前任跟鬼一样的 缠着男主 从路上到车爽上 再到车亭上 几乎无处不在 不得已 现任带着圣母光辉 陪着男主 跑到前任的家里 开始各种救赎 这里 用到了五夜雄灵的救赎梗 现实从窗尾 扯男主的被子 然后一把蹭到男主的旁边人 男主直接就吓蒙圈了 然后一直在四楼之间 传送的男主 发现前任套上了 现任的身体 开始指责他 为何抛弃自己 男主就崩溃了 到处都是前任 到挂在天花晚上的前任 到着趴梯子的前任 脑海就挥着不去的 也都是前任前任前任 直到前任的尸体 被猎女屁的母亲 活化了之后 男主信偷的一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了 万万没想到啊 前任还是用招香机 犯出了当处男主的旗友们 轮健康的招片 并直给了先任看 呵 先任瞬间蒙圈了 原来自己跟了一个坏样人渣 还保这个人渣 活坏了前任 想到前任 只是因为淡春的喜欢男主 自己却被男主 当作玩具 送给了自己的好旗友玩弄 简直不能忍 如此看来 先任似乎终于理解 先任为何一直远魂不散了 更值得尊敬的是 作为天敌 前任既然没有伤害过先任 简直是太过良心与柔啊 自己造的孽 憨着泪也要输完 被吓尿的男主 开始用派利德 满肤子派千任 到底在哪里 结果是 到处不见总影 气急败坏的 才摔手扔掉了派利德 啪打一声 派利德捕捉到了 他肩膀上欺着的正式千任 解决必是真爱了 难怪之前 波总痛成狗 却查不出来什么原因 趁体重还122公斤 就连小和尚看自己 都是一连的近鸿啊 原来死去的千任 一直欺在自己的肩头 做麻麻呀 男主崩溃了 都说恋爱中的人至少为零 这一段生死绝恋 让男主的势力 也变成了零 于是他从楼上 帅了下去 在这里不得不感叹啊 主角广宽的强大 跳楼梁似的男主 都没有被甩死 而是继续和前任 进行人鬼 亲未聊的故事 看完了这个电影 我也不自觉的 抹了抹 有点算数的这个警惕 幸亏我们那边炸 铁块狗皮告也就行了啊 一不恐怖片 在吓死人的同时 又不忘告诉我们 一个朴素的道理 倒男人 不要当渣男 你看多么贴心的编剧 时时刻刻 不忘为人们 输出正确的价值观 同时 本片又教 那些令你 众审难忘的前任 和派利德的故事 终于明白 本片未骂 只能排进 泰国十大恐怖片的 第二名了 因为 看过排名 第一恐怖片的同学 都已经死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接下来是我们的 为网友松华乐 为粉丝 摸乌福利的视频互动 送礼品环节 上请我们的问题是 说说你请过的 最失败的装笔案例是什么 第一个中奖的小伙伴 是伟计人 叫许一蹦的 踏爽着考驾照时候 那个脚管装 玩飘一鹤 竟然撞枪上了 松华说的好 老马也会使前提 驾校教练 一不小心玩错了 那也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 一旦人玩坏了 也就有面子 这可是有层平危险的 第二个中奖的小伙伴 是名叫板蓝阵的 他说他小学时候 保姆长得挺高的 篮球打得不错 我们女队比赛 我看他没 偷球半铁 也偷不进去 特别拽 一边玩秀 一边分泪声 走的小伙伴说 你卸活看我的 哟哼 话没说完的 男队大子篮球 抄着我就废过来了 把我瞬间 就被砸得眼冒几起 鞋横流 被小伙伴们 颤扶着 去了一幕式 再也不耐篮球了 姑娘 你那可脏点心吧 你这身高是上起了 智商可没赶上摊啊 哪个球里运动 也没咬球 用脸借球啊 好了 故习上两位朋友 请中奖的小伙伴 发送你们的地址 抢电话 再抢指示姓名 到什么名字 购物中微信号上 我们将在 核对心理之后 为本次中奖的小伙伴 寄出 竟没大理一块儿 那这次我们的互动 话题是 广播节就要来了 大家都有什么 虐单身狗的搞招 过来分享一下呗 参与互动的小伙伴 直接把你的回答法 送到死闻皮子的 公众微信号上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